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单知道烧烤吃多了会窜息 我不知道只吃了三串也会立马窜息 原本一年一度的公司全员团建 老板也在,还想留个好印象 求个升职加薪 结果,啤酒烧烤KTV的快乐是他们的 一起划拳玩游戏的快乐也是他们的 我只有坑,蹲坑的坑 此刻,我捂着咕咕叫的肚子 在包厢隔壁的卫生间一泻千里怀疑人生 隔壁的包厢里,同事们的嬉闹声一阵一阵的 而我,满脑子都是老板那张帅气冷艳的脸 这个状况,想给老板留个好印象 明年升职加薪是无望了 我烦躁地揉了揉头发 下一秒,手机响了起来 姐妹们,你们知道 蹲坑,裙子垂坠,头发没渣 手忙脚乱地从折叠在腿和肚子之间的口袋里 掏出手机的绝望吗? 等我一番折腾 手机已经响了好几声 也没有挂断的意思 是个陌生号码 尾号四个七 操 烦 我点击接听 整个环境都很嘈杂 对面嘻嘻嘶嘶一阵后 传来明显是变声器处理后的声音 你老公在我手里 这一瞬间 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一百多句优美的中国话 老子一手抓着裙子 一手抓着纸巾膀子 还撩着长发 手腕夹着手机 跟你娘玩呢? 我沉默了两秒 最终千言万语 会成一句 你老母在我手里 老母俩字是咬着牙说的 开玩笑 我母胎solo 哪来的老公? 公司给发的 对面突然没动静了 这种电信诈骗也太漏了 我等了三秒 对面还没挂 我的半月板容不得我蹲更久的时间 最终我加了一句神经病 就挂了 腿有点麻 洗完手 我觉得有必要等腿不抖了再进包厢 加不了分也罢 不能让老板印象分打折 我在卫生间里 左腿画了一窝笼 右腿画了好几道彩虹 索性无聊 就打开公司群看看他们的游戏实况转播 然而公司群里竞技无声 不能啊 我出来之前他们还一直在互相拍丑照啊 我仔细瞅了一眼 曾记之已将您移出群聊 防水的山寨激滑落进水池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团建离开半小时也算矿工 喝 男人 喝 职场 不光明年升职加薪泡汤了 年终奖怕是也泡汤了 我觉得 这个地方没必要待下去了 已经不是公司群的人了 没脸再踏进那个包厢 走到室外 突然的冷风让我打了个寒颤 我摩拳擦掌 取取暖 准备打个车 莫人接单 干 今天出门忘了敲电子沐鱼了 光腿神器实在是太薄了 我蹲在了地上 太背了 我怒从心声 打开手机 想到刚才的电话 一切不幸地开端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阴暗的想法 打回去骂他压的 做了几秒心理准备 回波 响了四声 没人接 我继续等着 顺便酝酿一段 优美的中国话 身后传来蟋蟀的声音 一阵一阵 越来越近 而且 和我的电话声吻合 那你 我脑子里 蹦出一个可怕的猜测 我挂断电话 蟋蟀被掐住了脖子 我慢慢地 慢慢地回头 我的老板 帅到没朋友的层继枝 站在我身后 握着手机 我 冻僵了 我正想着 怎么和他解释公司群的事 老板长腿一脉 来到我跟前 我的气场秒变败狗 然后 他单手把我的外套帽子 拉起来 盖住我的狗头 老板 我 打不到车 啊 是 老板甩了甩手里的钥匙 我载你一程吧 我一脸猛逼 脑子里一团江湖地坐上了兵力的副驾 陈总 我 白酒 你 我和老板同时出生 然后同时急刹车 陈总 你先说 陈继枝松了松领带 说 刚才 手滑点错了 啊 陈继枝又清了清嗓子 你等会让你小组里的人 把你拉回去吧 哦 我寻思着 这也不像喝酒了的样子呀 怎么就手滑了呢 咱也不敢问 随后 车里落针可闻 我依然僵硬地不敢动 应该把左手 放在右手上呢 还是把右手 放在左手上呢 今天 因为窜息被踢出裙 明天会不会因为左手 放在上面被扣工资 我神游着 身体突然往前一顿 眼看差点撞到 一只大手 突然垫在了我的额头前 半张脸陷进了 陈继枝的 手动气囊 老板的手好香 手也好暖和呜呜 哦 对 豪车都有方向盘加热 打扰了 我的愣神 似乎被陈继枝当成了惊吓 他带着歉意开口 刚才前车急刹车了 所以 啊 我才回过神 我没事的 陈总 谢谢你帮我挡脸 默等他说话 我赶紧表现了一把 陈总车技还是很好的 一车暖气里 陈继枝的耳垂 似乎有点泛红 我默然反应过来 自己说了什么 赶紧摆手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我知道 陈继枝 无奈地打断我 车里再次相顾无言 后半段 陈继枝都是双手握方向盘了 我也不敢讲话 终于 到了 谢谢陈总 我一定好好给公司做贡献 等等 我打开车门 却被陈继枝意把握住了手腕 然后两个人都和被烫了一般放开 那个陈总还有什么吩咐的吗 他神色无奈 把你的手机给我 我指纹解锁 递给他 老板应该是没兴趣查我的个人隐私的 吧 他手指飞快 三下两下 就把手机还给了我 好了 回去早点睡 直到宾利呼啸而去 我才反应过来 不对 他怎么知道我住这个小区 我苟急慌忙地回到住处 打开手机 通话记录置顶赫然是陈继枝的名字 所以我刚才问候了我老板的 老母 我刚才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你老母在我手里 老母在我手里 在我手里 我手里 手里 亲们 咱就是说 现在一个搬离地球的大动作还来得及步 我决定打电话给小组同事问一问 刚拨通 同事已经激动出了猪叫声 九九快坦白从宽 你和老板是什么关系 老板居然把你的手机号放在通讯录制顶 嗯 要说关系 也不是一点没有 这不是刚得罪上了吗 公司群都踢了的关系算什么关系 在同事们七嘴八舌的讨论里 我拼凑出了事情原委 在我去隔壁窜息时 大家一起玩游戏 几轮上头 大家看坐在一旁的曾记之 也没有太抗拒的意思 就大胆拉他加入了 大家本来都做好了老板拒绝后 打圆场的准备了 谁知道老板看了一眼门口 答应了 我无视了他们说 这句话时眼底的八卦 示意他们接着说 然后大家就赚瓶子玩游戏 赚到的人给通讯录第一个人打电话 电话内容由别人指定 笑死我了 小张第一个就转到了老板 我对小张竖了个大拇指 真的勇士 敢于直面没奖金的人生 然后小张哆哆嗦嗦地表示 自己真的是手滑 但不重要 可是为什么老板的置顶号码是我 你问我们 我们还要拷问你呢 酒酒厉害呀 背着我们干大事呢 同事们猥琐地笑了 而且备注可搞笑了 是白酒 扑 我嘴里的开水喷了出来 怎么有种卖假酒的感觉 有高跟鞋的声音经过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 当时安助理在吗 呼 没有安助的推动 谁敢拉总裁玩游戏 哼 此时 我们嘴里的安助 曾记之的助理安心炎 蹬着恨天高走了进来 你们还不去工作 天天八卦当心年终讲 大家一晤而散 等到这里只剩下我和安心炎 安心炎冲着我一声大呼 就抱住了我的腿 呜呜呜对不起酒酒 我不是故意的 我扒开她的手 鼻孔对着她 你组织老板玩游戏 居然不带上我 你知道我为了争一个部门 副经理 今年加班三百多天 有多累吗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傻子闺蜜 安心炎扒拉着我的腿 一副任我打骂的小媳妇样子 我错了酒酒 我明天请你吃烧烤 还不行吗 哦 我考虑下要不要原谅你 我打包五十串羊肉 送你小区去 行 我原谅你了 哎嘿嘿 安心炎露出狗腿子的微笑 我就知道 我家酒酒最善解人意了 你放心我 等等 我终于想了起来 为什么老板会知道 我住在哪个小区 啊哈哈 安心炎眼神多闪起来 可能是我昨天喝多了忘了 哈哈哈哈 哎呀 那个酒酒啊 现在有个升职加薪的机会摆在你 我眼睛一亮 别摆了 直接炫我嘴里 好嘞 安心炎一拍大腿 我寻思着 昨天你不是和老板 也算打过电话的关系了吗 我看着他的眼神逐渐冰冷 他赶紧把一个精致的饭盒塞我怀里 然后咱就是说趁着这会老板还没吃饭 久久你赶紧去解释一下你昨天的事 送个爱心便当啥的 解决得好 指不定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是不是 我眯着眼 我合理怀疑你是不是给饭里投了毒 安心炎 你当我是不喜欢年薪百万的工作了吗 也是 我打量着他 要不是专业不对口我就把你读了取而代之 安心炎心痛地捂住他的礼杯 我把你带进五百强 你却想读我 我没理他 你说实话 这会是不是老板心情不对 所以你想跑路 我 这样吧 安心炎伸出两根手指 两百 帮我一次 我是这样的人 我伸出手 五百 安心炎咬了咬牙 三百 好嘞 我屁颠屁颠走向电梯 老板在几楼来着 推开门 就闻到木质香薰的味道 是我喜欢的雪松木的香 曾记之在笔记本前敲着什么 做的板正 我那那的 老板 我 那个 安助理他 老板都没抬头 嗯 我知道 东西放下吧 我默默地 把饭盒打开 餐具摆好 老板只穿着一件黑色的宽松毛衣 领子是微松的版型 不油腻 增添了几分平易近人的气息 有点 居家难有风的味道 就是可惜 胸肌和腹肌的形状看不到 我在说什么 突然有点面红耳赤 曾记之却突然问我 要不要把衣服脱了 嗯 啊 或许是我脸上的震惊太过于明显 曾记之轻咳了两声 我是说 暖气太足了 你要不要脱了羽绒服 哦 我脱下羽绒服 发现办公室唯一的衣架 已经被老板的大衣占据了 我尴尬地把已经举出去的衣服 抱在手里 曾记之突然站起来 我下意识跟着站起来 开玩笑 老板站起来了我 哪有坐着的道理 结果曾记之一把按住起身的我 从我手里抽出羽绒服 单手拿开他的大衣 把我的羽绒服挂上 再把他的大衣 照回在羽绒服上面 我就这么目瞪口呆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他神情自若地走到我旁边 坐下 我礼貌地往旁边挪了挪 曾记之递给我一双筷子 饭量太多了 一起吃 我看着饭盒的体量陷入沉思 霸总们都是喝露水长大的 我看着曾记之 优雅地用筷子一粒一粒夹着豆子吃 我默默地跟着一根一根加青菜 咱就是说 吃多了会抢了霸总的饭 吃少了会有剩饭 我会不会明天就被跟饭一起被炒了 安心眼好不容易给我找的一份 月入五位数的工作 呜呜呜 不行 我要做进击的工人 那个 陈总 我昨天 我眼睛一闭心一横 我昨天不知道那是您的电话 我当时手忙脚乱地以为是什么诈骗电话 您知道的 这年头 什么富婆 求子富二代追妻的套路繁多 我 曾记之被水枪到了 你昨天是不舒服吗 您怎么知道 我愣了 我几乎一晚上都在厕所里了 就没出来过 我以为您不知道 有我这号人来着 哈哈 我用手捂住脸 曾记之几乎是下意识就说 我知道的 说着打开抽屉 拿出一个纸包递给我 嗯 我下意识要去拆 被他拦住 回去了再拆 他有点不好意思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乖巧地塞进包包里 然后相顾无言 我继续乖巧地数着办公室的地板砖 听着曾记之手指敲键盘的声音 然后他问我 你对阿凡达有什么想法 卧槽 老板暗 呸 明示了 这要是还不知道顺杆爬 上回的西部就白窜了 我连忙点头如捣钻 对对对我可有想法了 这可是无与伦比的视觉享受啊 要不老板我周末请你看 老板好像愣了一下 周末我有工作 对哦 老板又不是我这样的 老板日理万机 每天都有几个小目标的活 哪像我这么吃饱了撑的 要不今晚吧 嗯 我的肌肉记忆让我描点头 好嘞老板 我这就买票 您看七点厂的合适吗 结束的时候十点多 应该也不太耽误您晚上休息 可以 曾记之嘴边好似有一抹笑意闪过 以后别用敬语了 啊 好的您累 不 好的曾总 曾记之拿着二维码给我 扫一下 我扫完 是他的微信 到时候好联系 也是哦 突然之间 总裁的电话号和微信号都齐活了 好奇妙 出了门 我打开纸包 一盒蒙托时散映入眼帘 我的脑子瞬间涨回来了 结合老板种种诡异的行为和态度 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 安心眼卖我求容 虽然不知道我有啥好卖的 但是他们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薅住安 心眼蓬松的头发就是一顿爆锤 结果这压地问我 卖个电话怎么了 说你拉肚子怎么了 要不是我解释 你真打算让老板觉得你无缘无故再骂他 莫了加了一句 为了尊严连钱都不要了 行行行 你清高 你最好 你最香了 问 和总裁看电影会知道什么人间真理 答 阿瓦达索命 阿凡达索钱 为什么我还倒贴了一百五 我在宾利的副座欲哭无泪时 曾记之问 饿不饿 我想到一百五 有点 曾记之带我去了一个海景餐厅 我对着两头鲍鱼大块朵鱼 深赶着一百五值回票价了 曾记之问我 白酒你喜欢什么样的景色 景色 嗯 曾记之的大长手 细致地切着三文鱼 比如说 等你将来买了房 你会想买在哪里 这有什么讲究吗 我一不小心说出了实话 能买得起房 就已经要烧香拜佛感谢上仓了 还带挑的吗 看着曾记之愣住的样子 我突然想起来 这只是我的烦恼 爸总能不懂 但我不能说出来 非要说挑景色的话 我指了指窗外 就海景最好了呀 俗话说得好 足球反着买 别墅靠大海 还能有比段子里的海景别墅更爽的 曾记之陷入沉思 那你会想用什么装修风格 嗯 要是按我的脑回路 依然是怎么能最小代价 拎包入住 怎么来了 就 地中海风格就很好呀 蓝白配色多舒服 嗯 曾记之看不出喜怒地点点头 审美还行 虽然我不理解 但是应该算过关了 然而三天后 曾记之发微信 让我去他办公室 白酒是建模式对吧 是 不过我资厉害 没关系 曾记之地给我一个文件和一串钥匙 这里有个项目 你试试 预算九百万 多不退少补 我拒绝的手 在听到多不退三个字的时候 顿住了 管他啥活 不行找个外包 挣个中间商 差价也行 走出办公室 我打开文件 惊了 装修别墅 这这这和我的专业 有什么关系吗 等我实地考察时 又惊了 我哆嗦着打电话 喊来了安心眼 他也惊了 一个软庄项目九百万 我狐疑地看着他 这不会是 安心眼打断我的话 哦 我想起来了 老板前阵子似乎提到过 要搞个会议中心来着 应该就是这个了 我默默地把骗局两个字 咽了下去 感觉最近能说出完整的一句话的机会不多呢 安心眼随意地往沙发上一坐 翘起他的大长腿 你就想 咱最近可以公费享用独栋海景别墅了 咱按自己的想法庄 然后露出见兮兮地笑 多出来的钱分我一成 我陷入沉思 你说如果我剩下来八百八十万 老板会不会把我送进橘子 安心眼也陷入沉思 指不定是哪个橘子呢 于是快乐地公费体验富豪生活开始 三百六十度圆形沙发 大吊栏 一百八十度全玻璃海景阳台 仿佛内心深处 又少了一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曾记之偶尔会来监工 我慢慢地有了叫个外卖 在别墅里等他吃晚饭的习惯 对此 安心眼表示 要去看几篇知乎的下头男小说 冷静一下 那一天胃口大开 叫了个火锅 粉丝因为送餐时间太久 变成了一坨 要下锅之后弄开 我小手一抖 粉丝整坨摔进腊油里 曾记之的白衬衫变成了红白扎染 有一滴滚烫的腊油 溅到了我的额头 我下意识熬了一声 却不曾想 曾记之一把把我揽入怀中 是不是烫到了 烫在哪里我看看 我去买个窗壳贴 我再曾 记之的怀里僵住了 他的香水闻着有点熟悉 似乎是我和安心眼一起逛街时 我喜欢的三宅一生 曾记之的品味真好 就连香水也是我喜欢的卦 我为什么要说也 我深吸一口气 真好闻 撕哈撕哈 曾记之却突然放开我 弄疼你了 没有没有 我看了看曾记之的衬衫 要不 我陪你一件衬衫吧 说完我就后悔了 我看到了他领子上的logo 对不起了别墅 只能让你少张桌子了 我不差这一件衬衫 曾记之用拇指轻轻点了点我的额头 疼吗 我摇摇头 我已经被这个拥抱整得七昏八素 不知道疼为何物了 曾记之的手指还在我的脸上抹萨 眼里有我说不出来的情绪 操 他好帅啊 我胡伦吞枣 落荒而逃 周末 现在有点小钱了 偶尔会去西餐厅整点牛排 我等着餐 手指还在狂点扬了个羊呢 突然一只戴了撒浮夸戒指的手 敲了敲我的桌子 我茫然地抬起头 一张脂粉气息 极重的脸正瞪着我 你就是白酒吧 女人用坐坐的夹子应问我 来者不善 我自动开启半防御模式 我手指上的扬了个杨眉亭 现在客人的点单信息 都得实名制提交给服务员了 你什么眼光 女人急了 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我是谁你不知道 我不为所动 不好意思哈 我狗眼看人低 你先长到一米六再说哈 没有说一米六不好的意思 你 女人把她的香奶奶包 砸到桌上 我是最近热播剧的演员陆盈雪 你们公司参与投资的剧 你居然不看 啊 抱歉 我搜了一下剧 我只看六点零以上停分的剧 而且女四号是怎么好意思 用这个态度说的 我C算了 我不和你争这些没用的 陆盈雪掏出一支烟 在我面前点燃 吸了一口之后 往我脸上喷 我已经戴好了口罩 嗯九五 同时我迅速发了个信息 问安心妍 三线女明星 咱惹得起吗 安心妍 谁 咋了 我 一个叫陆盈雪的 不知道要干嘛 但是我想抽她 三十秒后 安心妍回复 问题不大 你别犯法 那么 我抬起头看着陆盈雪 你今天 想必不是过来和我谈剧组投资的 请问有什么事 吃不起牛排的话 我可以请你 陆盈雪从包包里掏出一叠现金 她还没开口 我问 你不会想用我一个月的工资 来收买我什么事吧 她放在钱上的手 突然有点积无力起来 我不管 反正你给我离岑哥哥远点 岑哥哥不是你这种普通人能消想的 或 还真是这个套路 我摊开手 这个有点难 现在我手上有个九百万的项目 要不 你给我九百万 或者你把岑总开了 陆盈雪气鼓鼓地瞪着我 我点点她的眼睛 陆小姐 有这个条件的话 建议你请个表演老师 这演技没谁了 陆盈雪把打火机拍在桌上 白酒 你的嘴脸真让人讨厌 我怎么了 我一脸无辜 我知道长得像你爹 会让你不舒服 可我也没嫌弃 你这种傻儿子呀 陆盈雪抬手要打我 我左手从善如流地握住他的爪子 右手高高扬起 拍了一张他抽烟的高清特写照 我叹了口气 我只是你爹 你却尚赶着当孙子 陆盈雪被我握住的那个爪子 开始奋力挣扎 我告诉你 岑哥哥是我的 你在这么无理取闹 我就让他开了你 我突然松开了他的爪子 他一个受不住 摔了 我用餐巾纸擦了擦手 然后护圆了膀子 给了他一耳光 过年前说开除人 隔应谁呢 玩归玩 闹归闹 别拿你姐的年终奖开玩笑 OK 我出门前的最后一句是不好意思 我和岑总要相处的日子还长呢 少抽点烟 别还没争取到人就嘎了 转手把照片卖给公司对接过的营销号 陆盈雪室内抽烟高清图 五千 营销号 一千二 我 成交 不知为什么 明明对人很爽 但心里就是有点郁闷 愤闷地吃了三包薯片后 还是觉得不解气 给安心盐包电话周 你说霸总们是不是都有奇怪的烂桃话 咋了 陆盈雪她是为岑总找你麻烦 对啊 奇了怪了 你说为什么不找你这种贴身助理 找我这种八杆子打不着的小员工宣誓主权 安心盐 安心盐 呵呵 我谢谢你 安心盐 所以 那傻逼的话 你没当真吧 我摇头 那倒没有 我相信老板不会这么下 那你和他兑现结果如何 他抽烟 我抽他 嘿嘿 那行 安心盐 你等着 我搞一搞他 我也嘿嘿一笑 之所以 赶在陆盈雪面前猖狂 主要就是有安心盐 给我狐假虎威的底气 第二天 陆盈雪的抽烟 无辟图 出现在了他的粉丝群 引发大规模脱粉 好家伙 连个热搜都没有 黑红的机会都不给人家 这阵子 大家都有点奇怪 比如曾继之来找我吃饭的次数更多了 天天和我聊一些不重要的装修细节 比如安心盐 最近看我的表情都欲言又止 比如 最近公司里的几个实习生弟弟 都不太找我日常帮忙了 然而 一切都在 我拿到双倍年终奖时 都被我无视了 我天天刺这个大牙嘎嘎乐 中午 安心盐一脸神秘地说 他拿了个新任务 有油水捞的那种 我立马拿上包跟他走 直到我被珠宝店的各种钻石闪花了眼 我才反应过来 所以 老板让你给他买戒指 嗨 你别管 总之预算三百万 安心盐放下第N个戒指 两百万以内 你挑吧 我看得头晕 哼 我又不傻 曾记之 要给某个女人买钻戒啊 珠宝店暖气打得太足 心里有点闷闷的 而且说实话 看多了 我也头晕 看了三十多个戒指之后 我问安心盐 你要不问问岑总 有没有裸婚的意愿 安心盐皮笑肉不笑 白酒 如果有一天 我被开了 我绝对把你也带走 我任命地陪他走了三家珠宝店 最后 我气喘吁吁地问安心盐 要不 咱随便买一个 安心盐露出一种 如释重负的表情 我指着那枚巴克拉的祖母切方钻 就他吧 打包好之后 我和安心盐 不想回去打卡上班 随工费摸鱼 去猫咖放纵一番 还是有点凶闷 一个想法 突然闪进我脑袋 我也就问了出来 该不会老板喜欢你吧 安心盐仿佛是只被踩的猫 我没有 我不是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用八卦的眼神看着他 安心盐眼睛一闭心一横 真的 我喜欢这 我的咖啡喷了出来 我摆摆手 行了 咱就是说 大可不必哈 安心盐喝了一口咖啡压惊 莫了问我 说来 久久你觉得岑总怎么样 很好啊 我耸了耸肩 是个好老板 安心盐看着我 你知道 我不是说这个 我叹了口气 老板 都要和白富美求婚了 你和我 探讨这个干嘛 嗨 别这么想呀 安心盐揽过我的肩 万一戒指 是送给什么普通人的呢 你看这钻石多好看 我撇了撇嘴 我能说实话吗 哈 我摇了摇头 岑总对谁都很疏离 肯定不是我们认识的普通人的 而且 我觉得 钻石也就那样吧 安心盐看向我的表情 逐渐冰冷 我哆嗦了一下 硬着头皮说 我不是装逼啊 我一个穷人 真的觉得 他和墨桑石告石白水晶 都一样一样的 只要够透 切割好 都闪都有活彩 安心盐皮笑肉不笑 那你压得喜欢什么 我 财宝就都挺好啊 红宝石 蓝宝石 祖母绿 海蓝宝 欧伯珍珠 我看着安心盐的表情 越说越小声 老子这一趟算是白走了 我是说 和你出来买钻石针扫兴 算了 我安心盐算是在你手上了 他一拍桌子 吓了怀里的猫咪一跳 看在你陪我逛街的份上 你最喜欢什么宝石 老娘明年给你买 瞧瞧 有个年薪百万的闺蜜 多么快乐 我咽了咽口水 蓝宝石吧 嘿嘿 安心盐白了我一眼 这种不舒服的情绪 很快又被抚平 曾继之把我掉了岗 只能算是升了半级 但是和他在同一层楼了 加班也少了 呜呜 他现在经常加班 会一起吃夜宵 偶尔几次 油蹭嘴上了 曾继之会若无其事地给我擦 我总有种错觉 觉得他在刻意接近我 但我没有证据 然后也不会有了 因为事实证明 这是我的错觉 露营雪 这次是直接去我小区找我的 他的腮红 画得爆条鱼 就能直接当年画贴在墙上过年 一身奢侈品 最耀眼的 是中纸上的戒指 是那次我和安心盐挑的那枚方钻 巴克拉的祖母绿 切工的方钻戒指 是曾继之用来告白 甚至求婚的戒指 露营雪得意地告诉我 曾继之早就劝他退出娱乐圈 安心嫁给他了 随后递给我一根烟 抽吧 你可以看不惯我 但我结婚后 一定会让曾哥哥开了你的 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的时候 可以抽根烟消消愁 我在心里算了算以后的金钱损失 毫不犹豫地又抽了他一耳光 然后在他的海豚鹰爆发之前耸耸肩 你让我抽的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烟 最后让小区保安把他轰走了 曾继之眼光怎么这么差呀 我不喜欢眼光这么差的男人 钻戒都买得这么敷衍 哼 想着想着 眼泪却止不住地落下 第二天 我把辞职信放在桌上 给安心嫁留言以后 小心总裁夫人 然后退了租房 回了老家 路上 安心嫁给我发来一串问号 我给他转了一笔五千块的巨款 火速关了机 我不是赌气 我扇了未来的总裁夫人两次耳光 这公司我以后能待下去 而且他都知道我住哪里了 我怕他暗杀我 只是对不住安心言 回老家后 我妈携着眼问我 终于知道回来相亲 考虑终身大事了 我虎曲一阵 顿时又精神抖擞 我最喜欢相亲了 没有人觉得 相亲是一种历练吗 第一天 相亲对象 我父母养我不容易 将来你的工资 要全部上交给我父母 生个儿子 试试听他们的 我有多不容易 你父母每天给你喂食的时候 还要雕个花吗 第二天 相亲对象 我一百八十五 我希望我的妻子 美丽大方 温柔可人 全职带孩子 还有副业钱 都交给我管理 对了 最好生三个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好 我 对不起 你第一句说什么 相亲对象 我一百八十五 我 哦 我家狗站起来比你高 第三天 相亲对象 我月收入八千 但是我每个月会孝敬父母五千 所以我希望你 最好能月入至少六千 才能保证婚后的生活品质 我 所以你每个月只 有本事给自己挣三千 你介意入赘吗 第四天 第四个媒婆也拉黑我了 我妈在家拿着棍子指着我 说我在满口跑火车 她就把我乱棍打出家门 我搭拉着头 决定为了以后能长久发展对人的快乐 先忍一天 第五天 这个相亲对象格外会叨叨 我百无聊赖地搅着饮料 有一搭没一搭地硬喝着她 看着窗外 却看到一辆黑色的大巨停在了窗外 印象里咱们村没有这种富豪啊 有的话 我妈早拉我去相亲了呀 呵 这车真丑 车上下来的男人 一身黑色的大衣 西裤衬的腿子又长又直 头发被发腊梳理得一丝不苟 精致的发型下是一张 陈继之的脸 卧槽 他来我们村了 还打了发了 我下意识就想跑路 腿道用十方恨短 我缩在角落 陈继之坐在我外面 相亲对象在陈继之的对面 一脸猛逼 请问您是 我妈 陈继之推了推平时根本不戴的眼镜 优雅地笑了笑 我也是久久地追求者 听说她在相亲 正好一起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还带一起的 索性也跑不了 我咬咬牙 摆烂了 我喝奶茶 二味 battle 我看着身边的总裁 和对面的吐琢员大辽公司金融 到股市行情 甚至眼镜的牌子 总觉得她会时不时瞥我一眼 我突然有种雷劈天灵盖的感觉 这不会就是 传说中的孔雀开屏吧 俩小时候 对面终于被撩崩了 落荒而逃 我心里打了个寒颤 不知道第五个媒婆 会不会建议我妈打死我 但眼下的状况 容不得我想那么多 终于只剩下我和她 陈继之就这样转向我 静静地看着我 操 她好帅啊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嘞 露营雪呢 要不我自己问吧 陈总你 陈继之默然抱住了我 这次她抱得很紧 甚至有些颤抖 九九 她叫我九九 对不起 没事的 我愣愣地回答她 是我自己要辞职的 不能怪别人 我 安心言说得对 陈继之松开手臂 近在咫尺地看着我 我早该长嘴的 啊 九九 我喜欢你 我猛了 对不起九九 我喜欢你 我早该说的 我有些看不清她的脸了 她焦急而又惩治的神情 逐渐模糊 一眨眼 水滴从眼眶落下 对不起九九 你怎么哭了 我太唐突了 我怕你以后 不会出现在我生命里了才 我抬起头 深吸一口气 吻上了她的唇 陈继之愣住了 随后 她扣住我的头 加深了这个吻 这个反应 我是没想到的 我有些不好意思 轻轻挣扎 可她的吻 越来越霸道 直到我的呼吸 这期间都是雪松木的香气 她才缓缓松开我 骨节分明的大手温柔地抚摸我的脸 我别过头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陈继之失效 看来 九九你真的很喜欢叱咤 相亲场的快乐 一年前 28岁的陈继之也有被家长催婚的烦恼 那一天 她母亲用和我妈类似的方法 逼她相了个亲 同一天 安心颜刚发奖金 带我去高级餐厅见见试面 我们四个就坐隔壁桌 那个相亲对象是个白富美 但是有些过于坐坐了 她提着脱尾的眉红色纱裙来向得亲 两人还没开口 我在隔壁桌先忍不住扑斥一声 我用安心颜的性命发誓 我只是真的纯纯地没忍住 白富美瞪了我一眼 之后的battle 更像是她和我之间的隔空进行 没别人什么事 白富美对曾继之说 点餐的话别点不好入口的东西 我这衣服两百多道制作工序 可不能弄脏了 我发出谦大爷的货 转头对安心颜说 现在服装设计 都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算工序的吗 安心颜也扑斥了 白富美 waiter来一杯office 要阿拉比卡豆 我天哪 我们现在都用WPS吧 对面的男人 现在我才知道是曾继之 也扑斥了 最后白富美 今天的八千元餐费就我来结吧 我发出了唯一一句真挚的赞美 有钱真好 白富美鼻孔朝天 穷人就是财迷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难道非要什么悲惨绅士 才能衬托出对钱的渴望 怎么着我们幸福的小康之家 就不配做财迷 白富美的鼻孔 大幅度地一张一合 最后娇滴滴地来了一句 算了 不和你们这种思想封闭的 Chinese说话 waiter cash 祸 英文我也会两句呀 OK OK Listen to me 我红唇清起 洁白的牙齿一张一合 袖口一吐 就是一句优美的暗示嫩爹 白富美哭着跑了出去 托尾应该是快脱皮差了 最后安心言问我 一到相亲场 你就自动开启被动技能 杀得这么雌雄不分 也未必 我认真想了想 狗经过 也得挨俩大笔斗 回忆至此 我无语凝夜 当初杀了半天白富美 我根本不记得 对面的男人是谁 现在搬去火星 还来得及吗 可存继之 把我拢在怀里 一脸宠溺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久久 从那时开始 就喜欢了 我的眼睛 还是红红的 可是为什么你把戒指 送给了陆盈雪 还纵容她来威胁我 曾继之一脸猛逼 哈 我说 你让安心言挑的钻戒 挑的时候 我也在场 同一枚后来 戴在了陆盈雪手上 曾继之周遭的气场 骤然冷了下来 她打了个电话给法务 你去查一查公司监控 一周前的那几天里 有个女人应该是 偷翻了安心言的包 我 戒指你不自己收着 曾继之还有点委屈 可是久久你不是说不喜欢钻石吗 说着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 所以我重新定制了蓝宝石的戒指 想做完了就和你告白 没想到差点失去你 我打开盒子 一抹纯净的使车橘蓝映入眼帘 久久挑的钻石是方钻 所以我也自作主张 用了祖母绿切工的主石 曾继之似乎有点小紧张 不知道久久喜不喜欢 我没说话 伸出手 曾继之疑惑地看着我 我别过头 都不给我戴 我怎么说喜不喜欢 曾继之几乎是蹦了起来 给我戴上戒指 我被抱得快要缩了一码 我们目前还在在自家村里 所以只能把曾继之带回家 我妈打开门 看到黑色的大具 愣了三秒 然后抄起鸡毛胆子 就往我身上抽 你压得不找对象就算了 还租个豪车来骗我 你自己什么货色心里没数吗 雇个富二代骗谁呢 两小时候 还是曾继之搞定了我妈 我妈做了一桌子菜 眉开眼笑地往曾继之碗里夹肉 小曾啊 来 多吃点 曾继之 谢谢妈 我 曾继之无辜地冲我眨眨眼 晚上 我妈说 没有多余的房间 把曾继之塞我房间 我堵着门 你这样 把你闺女往虎口送不合适吧 我妈 怎么了 你在外面打拼这么多年 不会还没尝过男人的滋味吧 我 我爸呢 后来 我有点招架不住了 曾继之抱着我 一遍一遍喊着老婆 化身小奶狗 一遍一遍地求我喊老公 我喊了 然后 我扁桃体 应该是肿了 第二天 我红着眼睛 看到了陆盈雪 因为盗窃罪被逮捕的新闻 安心炎给我送上脱单礼物 一对蓝宝石耳环的时候 气愤地说 竟然偷到老子头上了 行 真行 我会给他盼头的 我原本还担心 曾继之家里会不会不接受我 然而曾继之给家里丢下一句话 我能不能给你们曾家延续香火 就看你们俩的表现了 于是 二老天天一口一个宝贝媳妇地叫 后来 准婆婆和我聊天的时候说 这么多年曾继之 没有一点谈恋爱的迹象 他们差点以为他喜欢男的 好吧 这下他的老母 真的在我手里了 不过 早知道那个毒洞是给我住的 我说什么 也不会省那九百万的有木有 番外 爸总开评心理记录 自从那次相亲 我就对那个见义勇为的女孩 念念不忘 后来才知道 她闺蜜就是公司的总经理助理 安心言 我火速把安心言调过来 但是年会团建她 给我搞砸了 反 为了弥补我 安心言提出 撮合我们一起吃饭 于是我随手给她发了一千红包 原来女人真的可以把恨天高 踩出烽火轮的架势 我飞速把桌子收拾整齐 把木质香薰点上 久久来找我了 我做的笔直 在笔记本电脑上点蜘蛛纸牌 久久盯着我看爱 这件衣服挑得不错 我要给安心言加奖金 久久的衣服好香 好软 算不算抱过她了 和久久一起吃饭 算不算间接接吻了 我要矜持一些 她吃得好像不太习惯 我是不是吓到她了 气氛有点尴尬 我发信息给安心言江湖救急 安心言说 要不约个电影 我约了 但是是久久主动请我看的呗 久久喜欢地中海风格 好办 我买了个带现成装修的独栋 不过软装还是要完善 怎么办呢 继续骗呗 还好我家久久喜欢钱 喜欢钱就好说了 久久最近都会给我准备好晚饭 我的婚后生活一定会很美满 嘿嘿 久久被腊油烫到了 我要投诉他们 但是我抱到久久了哀 要不孩子叫岑白怎么样 简简单单多好听 久久会不会嫌我不用心 如果久久不乐意 叫白岑也行 也好听 我好像把久久勒疼了 我去 我都不知道鹿营雪是哪根葱 不过听说久久扇了她耳光 我就懒得亲自动手料理她 只让安心炎处理了 不知道久久的手疼不疼 不过她好酷啊 双倍年终奖会不会让她开心一点 不过也因为鹿营雪这个插曲 我觉得我应该再做出点行动了 让安心炎带她挑个求婚戒指吧 久久觉得我疏离 我是不是太不主动了 我要行动起来 久久不喜欢钻石 久久好特别 没事 蓝宝石 好说 我现在就去请设计师定制 戒指做好的那一天 久久失联了 看到辞职信的一瞬间 我真的慌了 我应该早点长嘴的 我应该早点和她告白的 安心炎找到她的住处 她搬走了 联系她三天无果后 我决定直接去她老家 她居然在相亲 是我不够好吗 我肯定比她面前的歪瓜裂早好吧 她一定是被迫的 安心炎说我现在应该做个孔雀疯狂开评 不管了 发辣揪的发际线好疼 久久好会对人 嘿嘿 原来久久是喜欢我的 是喜欢我的 我要把露营雪这个傻笔送进橘子 偷个钻石也就算了 竟然伤久久的心 和久久在一起了 我终于得到久久了 今晚是不是就可以叫她老婆了 老婆之前可是夸过我车记好的 要不以后常被润喉糖吧 为什么她可以一天一个想法 又费了一个婚礼策划师 不过我喜欢 我和久久结婚了 以后置顶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写老婆大人了 我曾记之 以后就是有老婆的人了 以后不想和没老婆的人说话了 下面给大家讲述第二篇故事 陪闺蜜产检 我职业病犯了 脱口而出 主人在外面等吗 金丝矿医生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是正经医院 后来 他来我们医院做绝育 我拍着胸脯给他保证 你放心 我嘎的蛋比你吃过的盐都多 我恨不得删自己两个大笔豆 宠物医生的职业病 刚才下意识地就顺嘴带出来了 医生戴着一幅金丝矿的眼镜 白大褂上挂着他的名牌 沈浩 我努力地和他解释 沈医生 你别误会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个宠物医生 都是医生 你应该理解我吧 但他一副我懂的样子 根本听不进去 甚至还给了个让我放心的眼神 我们不会把病人的隐私泄露出去的 我叫秦美丽 勤奋又美丽 你可以去我们宠物医院查到的 沈浩推了推金丝眼镜框 你不必向我解释 我的清白呀 怎么就解释不清了 到了检查室 我仍不死心地想解释 我指着B超的照片 对闺蜜桑枝说 你看着 这一胎是个男孩 我本意是想引起沈浩的注意 用高超的医术 向他证明我是学医的 不过我只成功了一半 成功地引起了他的注意 并且收获了他一个看白痴的眼神 那是婴儿的手 我给自己找借口 看人和看动物 肯定不一样 毕竟我平常看 B超可没有手指头 这一说 事情发展到这里 我只能顺着他的话应接 那 那这是个女娃 医院有规定 婴儿的性别 我们不能向家属透露 行吧 双重否定就是肯定 这一胎一定是个女儿 晚上我在家看电影 突然间 一阵噼里啪啦的敲门声 伴随着陌生的男生 有人吗 我顺着门上的猫眼看去 只见门口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消防员 这莫不是什么新型的谋财害命 用百度搜索了下消防员诈骗 发现好像也没有类似的新闻 正在我犹豫的时候 门外又传来声音 家里没人 准备拆门 有人 有人 我忙应声 声怕回慢了 我家的门就只剩一堆木头板子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消防员们已经手脚麻利地 拿着水管冲进了房间 然后 空气中陷入了一种可怕安静 火焰分为灯 消防员们的脸色有些难看 但也没说什么 最后 我被进行了长达15分钟的防火知识教育 消防车引来了一群围观群众 在楼底下聚集 人群中 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沈浩 他怎么在这里 他也看到了我 刚想说些什么 就被消防员叫住了 我凑热闹地跟了上去 我听到消防员对他说 乱爆火警 可是要被拘留的 这次是个乌龙 下次可要搞清楚 哈哈哈哈 我一个没忍住 笑出了猪叫 我的嘲笑 引起了消防员的注意 他又转头对我说 还有你 下次开分围灯 记得拉窗帘 我抬头看向我房间的窗子 还真别说 火焰分围灯的照射下 还真有个七八分 像是着火 我忙不迭地道歉 保证回去就把分围灯扔了 沈浩牵着一条陨石边木 看样子刚刚正在遛狗 我走过去 拍了拍边木的小脑带瓜 你这个品种的狗聪明 你可千万别被主人传染了 后来 我每天从宠物医院下班回家 总会在小区的草坪上 看到那只陨石边木 我本来以为 它是在等沈浩下班 时间一长 我就察觉出不对劲了 边木每天几乎都是 差不多的时间出现 但从来没看到过沈浩 自助遛狗 这是什么沈操作 我决定跟踪这个边木 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拿了些鸡肉干 鸭肉干 和它套近乎 在草坪上和它耗了半个多小时 狂刷好感度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边木吃完零食摇摇脑袋 示意我跟它走 那架势仿佛在说 跟爷混 我带你吃好的去 我跟着他上了电梯 没想到沈浩居然住在我家楼下 边木大摇大摆地走到一扇打开的门前 用头拱着我进去 这难道就是沈浩的家 我一边安抚他 一边敲门 沈浩 沈浩你在家吗 叫了半天 也不见有人出来 我疑惑地盯着边木看 这小家伙不会是自己开门溜出来的吧 可边木不会说话 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看起来无比乖巧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没有贸然地进去 万一他回来冤枉我入室抢劫 丢了什么东西 我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我叹了一口气 帮沈浩把门关上 又回家拿了张纸贴在他家门上 让他回来后到我家领狗 这边木你说他聪明 他会自己开门溜出来 还会给自己留门 你要说他不傻 自己溜出门 然后家门大开 但凡遇见个坏人 沈浩家里都能被偷得各地朝天 边木脖子上带着一个金色的狗牌 上面写着小奶酪 我估摸可能是他的名字 我试着叫了句 小奶酪 他乖顺地舔了舔我的手心 看来就是他的名字了 我和小奶酪一起看电视 等沈浩下班 我真的是等到花都谢了 还没等到沈浩给我打电话 谁呀 大半夜大电话 被手机吵醒后 我看了沿手机 原来已经凌晨两点多了 小奶酪是不是在您家 我睡得迷迷糊糊 根本没反应过来 今天刚捡了条狗 下意识地反问道 小奶酪是谁 您给我留了字条 说小奶酪在您家 您现在方便吗 我现在来接他 黑暗中有个毛茸茸 热乎乎的东西动了一下 我吓得叫了出来 啊 我把手机的手电筒打开照了过去 原来是那边调狗 电话那边以为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担心地问 您怎么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 我没事 只是刚才被小奶酪吓了一跳 我是你楼上502的住户 你现在上来接他吧 刚刚等沈浩等得太晚 我和小奶酪全部沦陷 他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揉了揉小奶酪的脑袋 有这个主人 你在家一定很无聊吧 看来小奶酪还真是条苦命狗 沈浩上来得很快 是你 要不是我 你家就敞着门到现在了 我翻了个白眼 沈浩自知理亏 态度良好 今天真是麻烦你了 我把小奶酪交给他 叮嘱道 宠物也是需要陪伴的 你经常不在家 他会很难过的 沈浩一脸疲惫 看样子是刚下班回家 我没想到我和沈浩这么快又见面了 间隔不到八个小时 早上八点 挂着黑眼圈的沈浩 带着小奶酪出现在了我们宠物医院 又是你 我不是跟你说了 我是宠物医生 那我们换家医院 说完 沈浩拉上小奶酪 就准备走 我一把拉住沈浩的袖子 沈浩你什么意思 我怕我家小奶酪下半生交代在这里 这简直是我对我技术的侮辱 我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 你放心 我嘎的蛋比你吃过的盐都多 沈浩还是执意地要走 我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 我在乎的是沈浩吗 不 我在乎的是这笔绝育费 我把后脸皮贯彻到底 靠近他耳旁威胁道 现在走 之前付的定金可不退哦 黑店 瞎说 我们可是平分四点九的十家宠物医院 在综合考虑下 沈浩最终放弃了挣扎 做数前准备的时候 我按照惯例询问主人意见 主人在外面等吗 沈浩抬眸看下像我 似乎想起了那天的事情 哼 现在知道我是正经人了吧 某些人啊 脑子里不知道整天都在想什么乱七八糟 又不纯洁的东西 我和助手推着病床 扬长而去 把尴尬留给沈浩自己 作为一个优秀的宠物医生 小奶酪的绝育手术做得很完美 我和沈浩都很满意 我们经过这次也算是兵事前嫌 扯平了尴尬 不料晚上刚到家 就接到了沈浩的电话 这家伙怕不是在我家门口装监控了 秦美丽 我家小奶酪做完手术一天了 什么东西都不吃 我在电话另一端 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拜托 你被嘎蛋 可能还不如他呢 秦美丽 术后这是正常生理反应 你不要担心 可是小奶酪的伤口好红啊 体温也好高 不是有消炎药 妈 你按时地给他涂 我不放心 要不你过来看看 上门费一百 果然 沈浩这个铁公鸡 立刻挂了电话 不过我对沈浩的了解还是不够 脸皮厚的人 啥事都能做得出来 我准备去泡澡的时候 门铃响了 秦美丽 开门 沈浩以公主抱的姿势 抱着小奶酪 理直气壮地站在我家门口 我自提小奶酪上门 你不能再收上门费了 信不信姑奶奶 我拒诊呢 还没等我拒绝的话说出来 她已经抱着小奶酪挤了进来 我一边关门一边抱怨 不都是医生吗 你自己上学不都学过 怎么消炎吗 没想到沈浩阵阵有词 我看的是人 你看的是动物 这叫树叶有专攻 人都会看了 看动物不是降维打击吗 那不一样 我是管生的 你是管绝育的 我是宠物医生 不是绝育医生 真是越说越离谱了 我看了下小奶酪的伤口 发言得有点厉害 这确实有些反常 直到我看到小奶酪光秃秃的脖子 小奶酪的伊丽莎白圈呢 伊丽莎白圈 沈浩听到这个名词 有着一种身为主人不该有的茫然 好吧 我现在承认 医生之间果然也是有弊的 治病救人和治病救狗 确实有些差异 沈浩叫了跑腿 去去买伊丽莎白圈 本人却赖在我家 没有走的意思 你怎么还不走 两个人中间 总要有个脸皮更厚的 于是我直接下了逐客令 来都来了 一起吃个饭呗 我后曹牙 差点都磨出了火星子 沈浩你不但蹭枕 还想蹭吃 沈浩笑嘻嘻地说 你这格局就小了不是 就在这时候 沈浩刚刚偷偷地买的菜 已经送上门了 好家伙 满满三大兜子菜 事已至此 不吃白不吃 沈浩贤熟地系上围裙 开始了他的厨艺大赏 而我则被推出去看电视 电视里的虐恋情深 催人泪下 我却一点都看不进去 因为我的心 却根本不在剧情上 手术刀和菜刀这玩意儿 还是有点差距的 万一把我家厨房炸了 可怎么办 于是我捏手捏脚地 趴到门框边探头去看 厨房没有想象中的凌乱 带身围裙的沈浩 有条不紊地切着菜 看着确实像那么回事 沈浩察觉出我在偷看 怎么 秦监公不放心 我是怕你把锅底煮糊了 那锅可贵了 不然你来做 可以啊沈浩 没看出来你这深藏不露啊 看着满满一桌子的菜 我这次完全不吝啬我的赞美 沈浩那骄傲的小表情 仿佛有条换尾要撬到天上去了 他把筷子递给我 别光看 尝尝看 虽然都是家常的菜色 但沈浩做出来的味道 确实比外卖好吃多了 见我吃得开心 沈浩突然坐到我旁边 把脸凑了过来 你突然离我这么近干嘛 我要去广州进修学习几天 一种不妙的感觉 我看着眼前一脸羡慕的沈浩问道 所以呢 能不能把小奶酪放在你家寄养一周 沈浩 你这算盘打得难及的企鹅都快听到了 我是宠物医生 不是开宠物收容所的 小奶酪刚嘎完蛋 就把他丢到一个狗生地不熟的地方 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 是遇到了一个黑心的店 小奶酪吃不饱 睡不暖 小奶酪可真是太惨了 沈浩你杀我 别用小狗刀啊 加上小奶酪此刻也可怜巴巴地趴在地板上 我内心反复地摇摆 沈浩见我犹豫 又继续说道 等我回来 给你免费地做一个月的饭 碗你也得洗 成交 就这样 我成了小奶酪的临时监护人 可是沈浩走了三天 我就后悔了三天 沈浩一个大男人 居然碾狗地要命 每天十点雷打不动地要和小奶酪视频 就这么爱吗 秦美丽 小奶酪好像瘦了 那时我忘了 关瘦脸滤镜 沈浩也不动脑子想一想 才几天就能肉眼可见地瘦了 抽之见效都没这么快吧 真的是离了大谱 我给小奶酪买了罐头 你好好的给他补一补 我刚想吐槽他事情多 话刚到 嘴边 沈浩又絮絮叨叨地说 别说我偏心啊 我也给你买了牛肉干 行吧 算他有良心 我摸着小奶酪肚子上柔软的毛 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沈浩聊着 我周六就回去了 等你回来 小奶酪的伤口也好得差不多了 赶紧领回去 好好好 你再辛苦几天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感觉沈浩有种说不出的宠溺 你别忘了 回来要给我做一个月的饭 放心 田螺主服 使命必达 桑枝带着他八个月的肚子 来我家蹭吃蹭喝 秦美丽 你什么时候养狗了 一进门 桑枝就被小奶酪吸引了 一边揉着狗头 一边问我 我拉开桑枝 让他小心一些 毕竟他可是孕妇 你离他远点 小心他咬你 我又解释道 朋友家的 放在我这里寄养几天 这么好心 桑枝一脸八卦地看着我 不会是男朋友吧 当然不是 既然不会打扰你们 那我在这住几天没事吧 这么久以来 他那个神秘的孩子父亲 从未露面过 不过 他本人一直一种 无所谓的态度 甚至还瞒着家里的人 我早都让他搬来和我住 是他自己一直不愿意 住啊 不是早都让你来了 美丽 我可爱死你了 他一个熊扑过来 我一下子没站住 被他硕大的肚子撞飞了 我扶着沙发吐槽道 桑枝 你可是个孕妇啊 你注意一点 我和桑枝正开着玩笑 突然有人敲门 我去开门 桑枝一溜烟地跑去开门 动作之迅速 根本不像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 哎 我摇了摇头 怎么当妈了 还是这么不稳重 秦美丽 门口突然传来桑枝的大喊 我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情 慌忙地跑了过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大树白色野浆花 淡淡的香气扑面而来 野浆花在这边很少见 我在广州看到 就买了一树回来了 沈医生 桑枝看到野浆花后面熟悉的面孔 退到我身后 小声地问道 什么情况 互帮互助的邻居关系 小奶酪闻到沈浩的气味 也跑到门口来迎接主人 带着你的狗赶紧回家 沈浩拎其手里的塑料袋 说好给你做一个月的饭 我可不会耍赖 厨房在这边 沈医生随便发挥 桑枝见我发愣 直接替我把沈浩送进了厨房 然后拉着我回了房间 说吧 你俩什么时候暗度陈仓的 我哭笑不得地看着桑枝 就是他出差 我帮他照顾狗 就这么简单 我点了点头 真没在一起 真的 谁知道桑枝下一秒 直接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 秦美丽 你是不是傻呀 这么好的机会不好好的把握 我茫然地看着桑枝 谁家唇有意还送花 分明是喜欢你 我辩解道 那是野浆花 又不是玫瑰 秦美丽 你真不喜欢沈医生 应该不喜欢吧 我想了想又说道 除了长得好看 做饭好吃 好像也没什么优点了 桑枝一针见血地指出 秦美丽 你犹豫了 所以 我喜欢沈浩 不讨厌和喜欢就差一步了 桑枝说我喜欢沈浩 结果我面对沈浩 就开始有些不自然了 桑枝那些话 总是在脑海里自动地循环 真的太要命了 而桑枝在吃过了沈浩做的饭以后 天天赞不绝口 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甚至要把它发展成干爹 秦美丽 为了我闺女以后的幸福 我决定把沈浩发展成她干爹 如果我没记错 之前她还说让我当她闺女的干妈 桑枝你能不能有点骨气 不就是会做饭 你至于吗 哦 桑枝脱长了尾音 一副看透我的样子 难道干妈想和干爸发生点什么 我肯定帮你把沈浩追到 桑枝这是乱点的什么鸳鸯谱 我一脸严肃地警告桑枝 你不要瞎搞啊 强扭的瓜可不甜 我爱情的弄潮儿 我扭的瓜不但饱熟 还嘎嘎甜 我俩真的很清白 我再一次地和桑枝强调道 可我看她好像有 点喜欢你 沈浩喜欢我 桑枝哪只眼看出来的 我这几天偷偷地观察了 桑枝神秘兮兮地说 这几天她来做饭 都是挑你喜欢的菜 你不喜欢的菜再也没在餐桌上出现 你是不是过度地解读了 我下意识地反驳 但却发现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 桑枝没有反驳我 笑着说自己要去倒牛奶 生个漂亮的闺女 没想到她前脚刚到厨房 后脚就厨房就传来了她急促的喊声 美丽 你快来 地板上一滩水迹 是羊水破了 你不是才八个月 怎么就羊水就破了 我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不知如何是好 好在桑枝还算理智 美丽 你先打120 然后给沈浩打电话 沈浩电话没打通 我顾不得那么多 直接冲到她家门口 沈浩 沈浩 开门哪 门很快地就开了 沈浩裹着浴巾 头发上还不断地掉着水珠 看样子刚洗完澡 怎么了 别急 桑枝羊水破了 她才八个月 怎么就羊水破了 沈浩听到我的话也是一惊 我换个衣服 你等我一下 救护车上 虽然沈浩做了应急措施 但桑枝的脸还是一点一点地变白 我什么也帮不上忙 只能紧紧地握住桑枝的手 没想到这时候 居然是桑枝这个当事人 却反过来安慰我 孩子的干妈 记得包个大大的满月红包 一定会母女平安的 一定会的 明明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 我却感觉自己 像是过了一个世纪 直到桑枝被推进产房 我整个人脱力 差点瘫坐在地上 还好有沈浩接住了我 可我腿像是灌了签 一点也抬不起来 桑枝在里面喊得撕心裂肺 我的手因为害怕 从指尖到掌心 都是冰凉的 我颤抖着和沈浩说 都怪我没有照顾好桑枝 桑枝才会早产 沈浩摇了摇头 还住我 轻生的安慰 之前产检桑枝的宝宝都很健康 这不是你的错 当下 没有什么比一个妇产科大夫的安慰更有用 我像抓住了一根稻草 想把沈浩推进产房 你怎么还在这里 你进去看看桑枝啊 我陪你在这里 里面有值班医生在 不会有事的 你要相信现代医学 产房里的桑枝突然没了声音 我一颗心都揪了起来 穿白大褂的医生匆匆地出来 和沈浩低声地说了些什么 怎么了 齐带勒住了孩子的脖子 只能生抛了 生抛 那得多疼啊 桑枝最怕疼了 之前一直嚷嚷着要打无痛针 如今竟要生抛 我进去帮忙 相信我会没事的 沈浩嘱咐好我 也跟着进了产房 墙上的秒针一圈一圈地转着 我却只能在产房外面干等着 一种无力感从脚底蔓延 意识慢慢地也跟着涣散了 你醒了 看到沈浩 我脱口而出 桑枝 她怎么样 母子平安 听到这四个字 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环顾四周陌生的环境 看起来也不怎么像病房 这是哪里 这是我们医生的休息室 我刚出来 就看见你在产房门口晕过去了 谢谢你 没想到 沈浩居然脸红了 没什么 我后知后觉地想起 沈浩刚才说的话 母子 你不是说是个女孩吗 我什么时候 说是女孩了 我说男孩的时候 你不是反驳我来着 那不是反驳 那是指出 你的学术性错误 好吧 我敷衍地终结这个话题 毕竟是男是女又不重要 沈浩提议道 桑枝应该还在睡 我先带你去看看她的宝宝吧 宝宝因为早产 还需要在保温箱待上一段时间 在透明的保温箱里 我见到了桑枝拼了命生下的孩子 大大的眼睛 像两颗小葡萄 长得似乎和桑枝不太像 不过标志的五官 不难看出是个帅哥胚子 孩子他爹的基因 还是很强悍的 看完宝宝 沈浩带我回到桑枝的病房 不过桑枝床前 却坐着一个我没见过的男人 你是谁 只见男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 虚 举手投足间 带着几分贵气 沈浩把我护在身后 房间里的气氛有些紧张 就在这时候 桑枝醒了 桑枝看到男人也是一愣 路泽 你怎么在这里 不然你还想瞒我多久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这么纠缠没意思 桑枝一直皱着眉头 看这架势 我直接就碾人 路先生 既然桑枝不想见你 你就先走吧 男人抬眸看了我一眼 眼中的冷意 直接冻得我一个寒颤 产妇现在需要静养 保持心情愉快很重要 多亏沈浩 用医生的身份 才成功地送走了男人 男人临走前 还回头看了眼桑枝 说道 我还会回来的 我翻了个白眼 你以为你是灰太郎 想回来就回来 沈浩带上门一同离开了 房间里只剩我和桑枝 桑枝先开口说道 他是孩子的父亲 我猜到了 长得跟你儿子那么像 我坐到他身边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这家妇产医院 本就是知名的私立医院 就算桑枝本来住的是单间 硬件条件 也是我们这里数一数二的 没想到那个男人财大气粗 直接给他升级成了VIP套房 我们要不不去了 桑枝既然不愿意和他有瓜葛 这种恩惠不要也罢 没想到桑枝却说 老娘生孩子遭了这么大的罪 他花点钱不是应该的吗 不但要去 还要刷爆他的卡 桑枝做完手术不方便走 我推着轮椅把他送到顶楼 一个护士和我们一起上去 一路上他欲言又止 到最后还是我自己憋不住了问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就是沈医生的女朋友吧 这谣言又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你昏倒在产房门口 沈医生亲自把你抱进了休息室 还不让别人打扰你 抱进休息室 怎么抱的 桑枝顿时来了精神 追问护士 当然是公主抱了 沈医生真的太帅了 难有力爆棚 我刚想澄清 桑枝却来突然捣乱 可不是 他和沈医生确实在一起了 桑枝你这又是瞎胡说什么呀 造谣一张嘴 替谣跑断腿呀 护士感叹道 哎 我们科室这下子 要有一半的人失恋了 你瞎说什么呀 护士离开后 我看着桑枝这张满嘴跑火车的嘴发愁 你没看出来 这个小护士喜欢沈浩吗 人家喜欢又没犯法 你干嘛骗他说 我和沈浩在一起了 我这是帮你斩断潜在的竞争对手 我又不喜欢沈浩 正在这时候 沈浩推门进来 做每日检查 也不知道刚才的话 他听没听到 伤口愈合得很好 不用担心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招呼沈浩吃苹果 吃个苹果再走吧 不了 我还有事 递出去的苹果 只得又收了回来 看着沈浩离开的背影发愣 桑枝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秦美丽呀 秦美丽呀 你这个鱼目脑袋 从那天开始 沈浩就刻意地和我保持着距离 即使我和桑枝就住在沈浩上班的医院 却经常一周都见不上一次面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桑枝终于坐满月子要出院了 老娘终于解放了 要出月子那天 桑枝想去酒吧庆祝 走走走 这一年可憋死我了 没想到有人比我先出生 制止了桑枝 一道低沉的男生传来 不行 路泽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 也来接桑枝出院 你来做什么 看到路泽出现 桑枝的脸色黑了下来 你还要生气到什么时候 桑枝冷冷地看了路泽一眼 直接拉着我走了 就这么走了 不然呢 桑枝被路泽坏了心情 没好气地说道 你说沈浩怎么没来送送我们 桑枝顿了顿 你说的是这个事情 不然你以为我说的是路泽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沈浩吗 这么在意 你瞎说 我才没有 桑枝回我家赞助 本来我自信满满 一个婴儿而已 我肯定能照顾好 毕竟当宠物医生这么多年 照顾过的小动物 没有几千 也有几百 但是现实直接给我一个大笔豆 小宝宝可爱归可爱 折磨起人来也是 真的要命 也不知道一天天 为啥哭 哄也哄不好 我们要不招个月嫂吧 我实在是要扛不住了 吃不好 睡不好 脑袋里都是小宝宝的哭声 快招 我要崩溃了 桑枝这段时间 也被折磨得够呛 听到我的这个提议 更是恨不得月嫂今天就来报道 月嫂找得意外顺利 当天月子忠心就说 有一位非常合适的人选 我俩怕月嫂跑路 直接付了一个月的定金 等人来了 我和桑枝都傻了 月嫂居然是路泽 怎么办 我和桑枝面面相去 违约要付违约金 桑枝特意地管我借了现金 一把甩到了路泽的面前 付就付 谁差你那几个臭钱 但不得不说 人要不要脸 也是一种无敌的存在 无论被桑枝撵出去多少次 路泽仍旧每天风雨无阻地来我家打卡 拜托 我家又不是风景名胜区 路泽 你再来 我就要收门票了 我堵在门口 不让路泽见桑枝 他掏出付款马 先预付一年的门票 站在旁边的桑枝都忍不住骂 路泽 你这样有意思吗 我觉得有意思 有本事你现在就把我领回家 介绍给你妈 谁反悔 谁是乌龟王八蛋 两个人就这样剑拔弩张地抱着孩子 从我家离开了 徒留我一个人 在家里凌乱 秦美丽 相亲的人已经到你们小区楼下了 暗号是一大束玫瑰 桑枝的事情告一段落 我妈居然又催婚了 不但自作主张地给我安排了相亲 甚至把我家地址 直接告诉了相亲对象 我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 我妈态度十分强硬 别磨叽 十分钟内 你给我去见人 十分钟 我惊呼 妈 我又不是相亲特种兵 你这开火箭的速度 谁能跟得上啊 就算我妈再强势 我依旧迅雷不及掩耳地挂了电话 反正天高皇帝远 我妈也不在我身边 就算我不去 她也拿我没办法 我本想睡个回笼觉 但我根本睡不着 一闭上眼睛 我就想起了沈浩 这段时间一直忙着照顾宝宝 一直忽略了沈浩 她从生活里几乎消失 但人一旦闲了下来 就开始胡思乱想 自从医院一别 我掐着手指算一算 也快半个月没见了 也不知道小奶酪的伤口怎么样了 左右睡又睡不着 待着又无聊 贯彻着把快乐留给自己 把烦恼留给别人的行为准则 我换上衣服就去敲了沈浩家的门 可惜半天都没人回应 本来以为会无功而返 没想到在电梯里碰见了抱着一大束玫瑰花的沈浩 哟 这玫瑰没送出去 嗯 没想到她居然没有反驳 看得出来神情有些低落 可怕的是 这种低落居然传染给了我 我心里有些酸涩 我摇了摇头 把这种不对的念头强行地压下去 别难过了 下个更怪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沈浩有些意外在这里碰见我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不过我突然想起 沈浩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做完 某人不是答应做一个月的饭 是不是还欠我半个月呢 你还想吃我做的饭 别以为你失恋了 你就可以耍赖 好 大快朵以后 我的心情也恢复了 临走前我看到那一大树玫瑰 花瓣散落了一地 被沈浩丢在垃圾桶旁 为了让玫瑰花死得其所 我后脸皮地顺走了它 虽然没有野浆花好看 但是值得被好好地对待呀 回到家插好玫瑰花 却被桑枝一条官宣的朋友圈搞得当场破防 谁能想到这才一下午的时间 她居然就和路泽领证了 桑枝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怨念 我刚点完赞就给我打电话了 美丽 我领证了 我看到了 你别生气了 我不是故意地瞒着你的 刚包完满月红包 就要包婚礼红包 你是要把我存款都掏空吗 哈哈哈哈 秦美丽你 桑枝在电话那头笑得毫无形象 行吧 只有我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明天是宠物医院的领养日 你代表我去 记得穿得好看点 渣女 见色忘有的渣女 我吐槽到 终于想起自己是宠物医院的合伙人了吗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我这是为你脱单创造机会 万一有大帅哥呢 我信你个鬼 第二天 我一早就到了活动现场 这是我们宠物医院的传统 每年我们会救治一些流浪动物 然后再向社会爱心认识 发起领养活动 用领养代替购买 这活动都办了三年了 我从来没见过桑枝嘴里说的大帅哥 我就知道桑枝的嘴 根本就是骗人的鬼 今天风特别大 斩架被吹得呼呼作响 有一个甚至直接散开了 我差点就要因功负伤 还好被枝陨石色的边木 扑到 才躲过一劫 我顺着边木的后颈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他朝我伸出手 拉我起来 没事吧 他把怀里的野浆花 交到我手上 夏天来了 野浆花开了 你什么意思 我喜欢你 沈浩注视着我的眼睛 里面有藏着我读懂了的爱恋 所以你愿意一辈子吃我做的饭吗 不 我不愿意 我故意地炖了一下 除非你把洗碗的火也煲了 沈浩捏住我的鼻尖 勤美丽 你知不知现在有种东西叫做洗碗机 那你愿不愿意吧 沈浩把我拥入怀里 宠溺地说我愿意 其实那天在病房里 我是故意地和桑枝说不喜欢沈浩的 透过门上的玻璃 我看到了沈浩 就是故意地说给他听的 毕竟 调戏才是最屌的吗 番外 沈浩 秦美丽这个名字 据他解释是勤奋又美丽 人如其名 又土又上头 其实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时候 喜欢上秦美丽的 我一直觉得 我是被秦美丽的沙雕吸引的 毕竟感情这个事 其实就是个玄学 当我发现 自己喜欢上秦美丽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找到他闺蜜帮忙 都说一运傻三年 但桑枝显然不属于这个范畴 他对我各个方面 进行了严格的考察 最终终于答应 帮我追秦美丽 我和桑枝制定了周密的追七计划 我会先暗示 你喜欢他 让他对你放松戒备 然后你抓紧机会表白 但是就等我准备表白的时候 却在病房门口听到他说 我不喜欢沈浩 干 出师未洁身先死 就感觉一盘凉水哗啦 从头淋到了脚 我推门进去 脑子里乱哄哄的 连他递过来的苹果都没兴趣吃 一直憋在心里的喜欢 就这么生生地被饿在了嗓子眼 后来桑枝偷偷把地勤美丽 他妈的微信发给了我 你要搞不定美丽 你先搞定他妈也行 于是我转移战术 开始攻略秦美丽他妈 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终于获得他妈的认可 她和我说 小沈啊 我已经打电话让美丽下去见你了 我在楼下站了一个小时 只等来了个寂寞 我内心那一刻是复杂的 看见她我自然是欢喜的 但她如果出现 是不是就代表着她 想要接受另外一个人 不过结局很意外 我最后在我家门口 看到了那个朝思暮想的人 你怎么在这里 她犹豫了片刻回答道 当然是来看小奶酪 不然是来看你吗 我心里生出几分欣喜 这欲盖弥彰的回答 傻子也该懂了 她说 某人不是答应做一个月的饭 是不是还欠我半个月呢 我顺势留她在家里吃饭 她洋装着 看了看小奶酪的伤口 眼神却在偷瞄我 时间好像又回到了开始的时候 她以为我抱着玫瑰花回家 是因为表白失败 怕我难过 小心翼翼地安慰着我 可我心里却越发地肯定一件事 她是在意我的 临走的时候 她盯着我 扔在垃圾桶旁边的玫瑰花 看了半天 最后还是把玫瑰花偷偷地拿走了 这玫瑰花的归处 虽然过程不太一样 但至少目的地一样 我听到她小声地嘀咕道 虽然没有野浆花好看 但是值得被好好地对待呀 我越发地肯定她其实也是喜欢我的 正巧这时候桑芝也来电话了 她鼓励我说 沈浩 她明天会去 要去参加宠物医院的领养日活动 你把握好机会 这难道不是天降的好机会吗 知晓秦美丽 心意 这次我信心满满 第二天一大早 我跑遍了全城的花店 买了一束最大的野浆花 在一个野浆花盛开的夏天 沈浩喜欢上了一个叫秦美丽的沙雕 是更是三� Thirty 那么早以后 散播 亲自知的村民 fordi有一天光 有些杀